台湾民众党LINE官方账号上线咯 立刻点击资讯栏连结 跟台湾民众党成为好朋友吧 欢迎收听烧肉粽 我是Bob 今天我们邀请到从美国回来的火花螺 一样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跟我们谈谈一些 他在美国看到听到 以及亲身遭遇到的一些事情 当然不外乎就会跟交通议题有相关 我们一样就来欢迎火花螺 嗨 大家好 上一次录影的时候就有承诺 就是回来 如果有活着回来 那就是来拍一集 没错 所以这一次事隔多久了 我们上次来是多久 6月 端午节对不对 从端午节到中秋节 大概隔了大部分4个月左右 你去美国就大概快要2个月了 去了大概40天 然后在家隔离 然后什么的差不多 差不多两个月 对 然后最近也出关了 虽然要讲交通 不过我就又是可以 这个隔离政策 真的是有够荒谬的 超荒谬 你要不要先讲一下 你去到美国这段40天的旅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特殊的 不管是不是跟交通有关系的 或者是你遇到的一些 好特别 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的东西 有一个是我有清理准备 但是实际上这样子还是 遇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不知所措 或者是说 对 也没有什么遇到 因为这是必然的 就是连续吃40天的麦当劳 那种感觉 就我对吃是很不讲究 可是连续吃40天的美国素食 你好像在做什么 这个身材实验 然后要连续吃40天的素食 就是那个什么 日本的那个黄金传说 还是那个 对 黄金挑战那一个 就是连续吃40天 那真的是还是很痛苦 然后 这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一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疯狂爆胎 如果你有追踪 有看影片的话 大概看一下你就知道 我前面就是 因为待会提到一些排气量的问题 然后我只能行驶在路肩 然后因为路肩又有比较脏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很容易爆胎 然后我就是一路一直在补胎 我9000公里 我总共骑掉了三条轮胎 骑掉三条轮胎 然后中间还包含一条胎 可能要补个几次这样 对 就是有些甚至骑个2000而已 那条胎就爆掉补不起来了 然后就对 然后再来就是 有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 什么东西 125要在美国换胎 困难重重 为什么 轮胎太小 12寸 然后大部分他们服务的 可能都是比较大的轮径 你要找到愿意帮你换 然后有机器可以换的 很难 我有一次在缅因州 就是美国纽约右上角那边 那边可能就比较少 会有这种小排气量的 我们找了一整天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 可以帮你换轮胎的 那你那个时候 你的轮胎是还堪用是不是 已经磨光了 当然你还可以继续 就是还可以正常行事 可是如果你遇到特殊路况的话 会很危险的那种胎况就对了 应该说我确定骑不到纽约了 对 所以就是想说 一定要在当地找到换胎的 对 而且我是在缅因州最大的城市 已经不是那种小城了 就很像我在 我在新竹 或是苗栗的苗栗市或是头粪 这种大 我讲的不是什么山湾那种地方 如果真的还是换不到 就 这个完全非常非常意外的点 对 就是大概是主要是这一个 之前我们其实上一集有提到 你去美国的事前准备 然后你就是有一件事情 其实来来回回好多次就是 你去美国这一次是在当地买车 然后去骑车 对 那你这一次的经验到美国买车 你觉得扣除掉事前 你到当地之后去买车这个动作 跟台湾买车的这些过程 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差异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最大的 最大最大的就是完全自由市场 就是 你知道我那台车 Bewis Yamaha的Bewis 一台车在台湾大概9万 那你加一些选购配件 反正就像买iPhone一样 就是10万出头 在美国的定价是3699美金 如果折回来也差不多是10万 可是那是不含税 你把税金加一加 其实很多人在讨论 有一些东西 你在讨论 譬如说一台相机好了 很多人在相机发表的时候 台湾人会拿 美国售价跟台湾售价来讲 可是很多在讨论 最后都忘记 美国售价 起码最少要加价在10% 因为他们的标价通常是 不含税 对 不含税 所以加下去 我就是大概抓 一台车大概是4千美金 12万 但是实际上 因为美国现在缺金片 有的没有的 我最后买到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5千美金 5500美金 一台125 差不多就是16万台币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的状况 就是卖方市场 我觉得美国在这一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蛮极端的 可是其实或者是说 台湾才是那个极端的人 就是台湾对于物价的浮动 大家可能会觉得 最近什么物价涨很凶 对不对 但是其实 跟美国比起来 台湾这个小二戒 真的小二戒 你感受到 你在美国感受到 很深刻的通货膨胀 对 好 我这样子讲好了 我先不要讲通货膨胀 重点在物价的浮动 非常取决自由市场机制 简单来说 那一台车 我买5千5百美金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东岸 纽约那边有人报多少吗 6千5百美金 纯粹就是 一台125 它那个地区里面的稀有度 决定了它的价格 对 然后还有就是市场需求大 它就算不稀有 可是市场需有大的话 我就开个价 对 而且这个多的钱都是 他们赚走的 因为他们去批来的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价格 对 然后所以 你就想一台125 东岸到西岸 差了整整1000美金 而且才125 然后 我最 这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7 那 在西岸 洛杉矶那边 汽油一加轮 大概快到8块美金 我去的时候 83 24 240块台币 然后一加轮大概4 对不对 所以大概是60块 60块 一公升60块 可是你知道在 芝加哥附近 你知道多少吗 比较便宜还比较贵 比较便宜 你刚说8 我才4好了 3块 腰斩 对 然后甚至 城市内跟城市郊区外 也不一样 然后交流道附近 一定比较贵 因为你通常没有下去 就直接找交流道 所以它那边的需求 就会比较高 而且我就是咬定 你可能很急 对 我就是咬定 你200公里内 没有加油站 对 所以我就开高一点 就是 这个是市场机制 像台湾的加油站的厂 因为可能 就是腹地也有限 或者是空间市场都有限 我们的加油站 大概就是最大 就是中油跟台塑 然后还有一些 另外的 比如说有些什么 我忘记了 我讲不太 我讲不太出名字 台塘 对 那个 对 所以台湾是不是因为 可能就大概这家厂商 然后而且台湾其实都会跟 就是你大概多少 我就多少 但是在美国 因为可能地太多了 地太大了 然后这些 你可能说东岸西岸 你的价格 我跟你没有意思 我这边就是这边 那边就是那边 然后再加上他们是不是比较偏向于 这种加油站是以民营的方式 所以大家其实就更自由市场 对 我觉得该多少 这个地方该多少就多少 对 你就想美国去年的那个 就是经济通膨是8% 那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反过来的例子 全世界的outlet最贵的是哪一个 就台湾 台湾 因为我们的outlet根本不outlet 就是一点都没有打折出镜的感觉 可是你就想同样在亚洲文化的日本 他们的outlet也是砍到剑谷 我记得我最印象深刻 我去有一次带我妈妈去冲绳 然后我们就有排一个outlet的行程 然后一开始去我想说 因为没带多少钱 应该不会买太多东西 结果一进去 我差点出不来 因为就是 就好像 怎么我买了这么多 我才花1万日币 然后我再想一下 大概2000多台币 我就不对 我买了这些东西 我随便拆一个 我可能回台湾的outlet 就是2000多台币了 对 没错 我觉得台湾在 其实像那个 电价也是 水电这些都是 台湾过去一直觉得 就是大政府主义 我必须要稳定物价 对 然后像当年马英九最知名的 偶电双掌 我反而觉得油电双掌 那个是正常机制 应该说它前面先动涨 阿扁动涨 对 阿扁动涨 那个动涨反而 才是最知名的部分 然后你才导致了后来 必须要双掌 而且一次涨幅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自然就是 没办法反映市场价格 没有办法反映市场价格 你其实反而会扼杀一些产业 就是原本这个东西 涨得非常非常高的时候 它可能会刺激替代的能源出现 对 可是我们一直要压压压压压压 结果反而在扼杀 整个产业链的进步 所以这个是额外提的东西 你看我们又空聊了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 不会 就是最喜欢这种环节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你刚刚讲买车的 回到买车的话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市场机制 有真的在那边生活过的 应该讲欧美 离开过台湾 你才会知道 全世界真的就是秉持着使用者福费 然后秉持着就是物以稀为贵 这个概念 你看像台湾最近在炒阿唐贤洲 对 那有什么好炒的 其实我觉得阿唐贤洲 他要涨多少就给他涨 他每开发票是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就让他涨 因为毕竟台南有那么多卖湿木鱼的 他如果涨很高 其实对旁边一般相对比较平价的 或者他卖的价格比较亲民的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更好 大家自然会去选择 阿唐他也深 我觉得每个店家一定知道 涨价一定会流失客源 他愿意承担流失客源这个后果 那他去涨价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非常的自由市场机制 我们其实包含水电这些都是 我认为台湾要 真的应该要更回归物价的机制 就是不要再一直去想说 我要干预整个市场的波动 还是有的没有的 这个其实长远来看 我觉得好像就像刚刚讲的 你反而会扼杀一些有创业的产业 我觉得如果他那个现象比较偏短 其实我讲物价 你说政府稍微维稳一下下 我觉得倒是情有可原 因为毕竟他最在意的是民怨 怎么样 但是如果他眼看着这个东西 可能是一个长期发展的 会长期发展的现象 他就是使命撑着 把压力锅闷着 就像阿典到马英九一样 最后把压力锅掀开的人 他就是被蒸汽烫到死 你说外面掀开的人被烫到死 里面的人也被闷死了 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且后来其实因为油电双涨 还有动涨的制度 反正最后才促成了就是 有一个油价公式 才让台湾的油价 好像有比较有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一 就是你大概可以预测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也许折中的方式就像现在 就是油价公式 对 我觉得也不要讲说 因为现在都没油了 所以我要大发 大发财那种感觉 可是至少我有一个公式来说 稳住我的利润 然后又有基本的涨幅 让这个市场有那个空间去反映 他实际面对的状况 对 对 那当然其实面对一般 就是讲到市井小民 你遇到物价涨幅的时候 当然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 那其实这个就会 他有很多议题 就是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好像这个国家 对于物价的涨幅的耐受度会这么低 那他后面有很多结构因素 这个可能今天没办法讲 但实际上是不是遇到涨价这件事情 就是应该要hold住 然后政府吸收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都有待商榷 这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对 那如果拉回来今天的话 买车 交通议题买车 买车像这一次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在我的频道 付费会员我有提 但是没关系 我就这次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谢谢我们稍微赚到了 不好意思 就是简单来说 美国是蛮少数可以让游客 以外籍国民的身份来买车的国家 欧洲反而不一定允许 那欧洲他就是可能有些国家是 会要求你要有在地的长期的拘留证 然后什么的 你不能以游客的身份一落地 我要买车 美国可以 美国就真的是很把这个商品 就当做一般消费品 就是你来Shopping买个包包那种感觉一样 我就让你买 但欧洲他可能有些环保的限制或什么 他要想要限制总排气量或干嘛 他就有比较严格的这个管控 对 所以我那时候 我在欧洲骑的时候 我在2016年 我就是曾经从德国骑到希腊 就是匈牙利骑到希腊 那个时候 我虽然也是买车 可是我挂的是临时牌 那个就是他就给我一个30天 还是40天的临时牌 我记得是30天 那他的用途是让你骑到港口 就这样 对 然后你 我骑完我就车子我丢了 对 但是在美国 就是你是可以 拥有一台车 而且是你以外籍 就是他国人的身份 在这边买了一台车 而且你还可以拥有完整的相关的保险 那些有的没有的 所以在美国买车这一点 我倒觉得这点是比较特别的 对 那他也解决了 我过去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连续两次再去美国汽车 对 所以在美国买车这个制度上 台湾当然也不用说一定要依逊美国 因为其实欧洲也不吃这套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台湾也许就可以去思考说 相对应的 那我其实在欧洲看过很多非这个国家的车开进来 比如说希腊的车就开去德国 那他挂的就是希腊的车牌 那加拿大的车也可以开进美国 反过来一样 对 可是台湾好像国外的车好像进不来 国外的车要来台湾驾驶 好像得额外申请一个临时牌的程序 对 这个其实有点违反 我记得有点违反日内瓦交通公约 有一个这个公约 就是你加入这个公约 你就是必须要确保你的国际的整个交通 是跟国际大概有一定程度的接轨的 然后你才可以加入这个东西 那很简单 国际驾照其实就是这个公约的东西 对 其实台湾好像只有表面名义加入而已 但是实际上在运作的制度并没有 那当然因为有个东西保护了这个东西 就是台湾市面缓害 对 想进来没有那么容易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可是在那种大陆型的国家 这种东西是非常常态的 因为他就是这条路就是一次就接两个国家 我开进来就进来了 对 像台湾大部分的 不是大部分 所有的车都是要靠海运 然后运到港口 然后再落地 然后落地可能就要 刚刚跟火花楼讲的一样 他可能就要开始 台湾的接你站是需要去验车的 或是看看你有没有符合台湾的法规 等等的这些东西 而且特别讲一个 你知道现在台湾的海关规定 还是国贸局什么的 我忘了 台湾的车要运出去 要强制报废 他在台湾必须报废 对 就是你车必须注销 所以如果假设是 做了一台新车出去倒还好 因为他还没有注册 但是如果已经是在台湾落地过的 他如果要运到国外 他必须在台湾原则上 注册报废 就很像要先放弃本国国籍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 对啊 为什么 就好了 我问过了 因为我曾经有规划要把台湾的车运出去 就是你假设到你去美国 然后你骑的是你台湾这一台你习惯的车 对而且是我的车牌 挂着原始的车牌 可是我问过 他们说原则上 你只要出去 你就要申请强制报废 你必须特例申请 什么 就是他并不是个要报废的车 但是因为他要出去 所以他要走的是报废这条路 对 你可以不报废 对当然还是有这个管道 但是就是要 对要特例去申请 对而且申请还不一定会过 那你回来之后 就是要重新帮他申请一个车牌 如果是报废的话 理论上就是不能再挂牌了 好像也对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诡异的 而且这个大概是 近十年才有的新规矩 以前还没有 那我问过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怕AB车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为什么会为了少数的犯罪的 不违法的行为 然后如此的侵害 正常人民的权益 只是因为台湾没有 这个需求把车运出去 但是你如果真的台湾 假设台湾跟中国建了一条 或是 我讲不要讲中国 我讲菲律宾或是日本 建了一条跨海超级大桥 结果我要出去 我要再出境那边先报废我的车 在那个桥的中间 对啊 就要把这台车干掉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你凭什么报废我的合法车牌 只是因为我要运出国 对 然后如果有国贸的人听到 可能会说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问到真的是这样子 对我问到的真的是这样 那当然他就是说 你可以个案申请 对而且也的确有 台湾人的确用个案申请的方式 把这车运出国 在国外驾驶 可是我的意思是 这不应该是变成特例 是你特例才要报废吧 对啊 对啊 你怎么可以 就是原则上 我要侵害你的财产 然后但是我有开另外一条路 然后 所以我没有侵害你的财产 到底是搞什么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 没有这种检验的能量 因为照理其实说 你就出去进来 大概几个重点步 我不知道啦 大概几个重点步 再看一看 应该就大概知道 这是不是AB车 那他就是 没有能量做这个事情 我感觉全部都把他打死 其实严格来讲 你凭什么 连检验都不用 你知道那个时候 譬如说我很有印象 有一次 因为欧盟不一定 这么讲 就是深耕跟欧盟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 好 所以我拿了深耕的签证 然后我那时候在欧洲 从匈牙利起到德国的时候 我有一些地方 我是可以直接过去的 可是他的车辆就会必须 他也是欧盟还是什么 可是他的车辆就必须 要过海关的时候 要有特殊的程序 正常来说 我法国骑车进德国 不用做任何事情 反正你骑了就过了 对 骑了就过了 根本也不会有边境人在拦我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 譬如说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是要进波士尼亚 还是进希腊 我有点忘了 反正我要进的时候要过海关 然后他就要你出示这台车的相关的文件证明 然后他就只跟你讲 去旁边那间小屋子买保险 买我国的保险 就这样 我车子要验什么 不用验什么 到底管你屁事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概念 所以你刚刚讲说可能没有处理这个能量 可是以欧洲我看到来讲 这个不是一件事情 对 我需要处理什么 对啊 这根本不在考量清单内那种概念 对啊 好了 那我们买车的部分大概有提到一些自由市场 然后跟这些油价比较深刻印象的 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你骑了这40天里面 看到了哪些可能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在他们的道路设计上 或是道路设施上的东西交通环节 我觉得就是我这一次有一支影片 那回想还蛮大的 目前已经41万观看了 就是在讲护栏 对那一个东西 那我就直接就是大概的放一下影片给大家看 那我就是边放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就是这个来说 它的这个护栏端头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非常非常的特别 对 好 那因为我在台湾就本身就已经有稍微 对这个东西有做一些功课了 所以我就比较看得懂 它这个就是一个像盾牌形式的一个端头 那这样的端头 它的设计是用来做什么用呢 那其实就是当你受到冲击的时候 它那个关头是一个活动的套筒 它就可以沿着那个W型浪板 那个铁的浪板 对不对 它就一直推着过去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就是这种 W型浪板的这种护栏 它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道路要有护栏 我觉得应该是怕你一个意外 然后不要再冲撞到道路以外的地方 造成更多的伤害 我就是把你控制在这个道路之内 的范围内 好 那我先来讲 我希望把驾驶人控制在道路范围内 那对于失控 离开道路 搏油路的车辆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最好的路边的东西 我们叫路侧的设施是什么 是比较坚硬一点的设施吗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进空区 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草原 反正我冲出去我就 然后摔车 我顶多就是在那边翻滚 自然的缓冲区 对自然的缓冲区 这个就是草原 那你在美国驾驶的话 你有可能 你有看过那个美国的高速公路 中间会有很大的 就是稍微低洼的草原 对不对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斜坡 让你冲下去 可是因为它下去 然后它上来的时候 就可以阻拦你 不会让你冲到对象车道 那其实这个在 美国地那么大的话 他们这个就很好用 因为也不用做任何的 就是花钱的东西 对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所以进空区是最好的 那可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草原 那旁边可能会有一些 太斜的地方 譬如说这个斜坡实在就有点太斜 或者说旁边可能就铁轨 那一类的东西 那你就是要拦住驾驶 不要让它冲出去 那通常有三种方式 一个就是台湾最常见的 纽泽系护栏 那纽泽系护栏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它基本上非常非常的坚硬 而且它不具备任何的退缩缓冲 就是你撞上去 那个扭折系忽然是文风不动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种W让板 那这种W让板 好处就是相对比较便宜 然后它有一定的就是可以吸收缓冲 就是它会有一点点的路车 譬如说在这边 它撞了之后可能就是跑到这边 这样子 那第三种比较常见就是钢锁 那钢锁的话就会拉到更远 那可是就是 价格就是咚咚咚这样子下来 好 可是纽泽系护栏这种东西 它通常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太坚硬了 对于汽车驾驶人 用路人来说 你要如何 不要让汽车 让用路人直接撞上去 没错我把你拦下来了 可是你也撞死了 那个反作用力太大了 对 你也撞死了 所以它要怎么设计 是有一定的概念 它不是说 这边你会冲出去 然后可能会造成你死亡 所以我就一定要用 什么的形式 像这种的护栏 就是一个很常见在使用的 好 那这种的护栏呢 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要怎么去收它的头 那这种护栏你如果头收的不好 它其实就像一个刀片一样 你撞上去的时候 它会把你的车子整个切开 切开 然后你的护栏甚至会插进驾驶座 然后本来没死的 却被你这个护栏弄死了 那这个头的怎么去做 其实在美国在30年前40年前 它就做了相关很大量的研究 然后台湾有最后做出了一个结论 插进土里的非常危险 就是我的护栏是这样子 这样子在做 然后最后就这样插进土里 这台湾很常见对不对 你知道在美国有些地方 做这样是违法的吗 为什么 因为你插进土里你要斜插 对 好 那可是如果汽车上去会怎么样 就翻车了 反而翻覆 对 那反而翻覆 那你翻覆可能翻滚或什么的 你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 更严重的伤亡 然后他们经过研究就是 插进去这种土里的这种形式 反而更危险 然后在台湾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 我就尾端就是凹一下 对 对 就凹一下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稀能式的端头设计 那这个也不是最好最好的方式 那最后美国得出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他在运作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 稍微快转 你撞击的时候 他会这样子持续的去锁 然后他这个忽然就会像一片东西一样 就是会一直进广告了 就会一直一直的往旁边这样子跑 所以就是他不是一个死的 你看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往旁边这样子跑 所以有没有看到这样子 这个就是他们的这种的设计的形式 那这种设计的形式对于摩托车来说 其实反而不一定好 因为你变成那边就是一个很硬的东西 然后我其实是等于用我自己的身体去 对抗那个东西 对抗那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如果要引进台湾像这种摩托车 是大宗的运输的工具的话 那我们就也许要思考 就是我前面必须要加足够的缓冲材 才可以做 然后所以像这个忽然 就是我这一次的时候 我有特别就是下来拍 下来拍就是他们的路册是怎么样 那其实对应到台湾这几年 前几天不是有个新闻 就是说什么撞了这种忽然 结果割断喉咙的那个 其实你去看那个很有趣 那一个案件 它旁边是农田 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那个地势本身 并不那么危险的状况下 其实可以不用考虑一件忽然的 就是好 我冲进田里顶多被笑 没馋 就是之前不是有 汽车冲进田里变田中 对不对 那个这种笑话嘛 对不对 那你冲进田里 你反而原本没有伤害 搞不好还没有伤害的 结果因为你的忽然设计 而导致了更大的伤亡 那这样就不太对了 你看像这个就是 你如果是水沟要加忽然 我觉得OK 就是这个 如果是水沟 这边要加忽然 我反而就觉得OK 可是你这边 直接紧淋的是农田 那我为什么要加忽然 好问题 对不对 好问题 而且即使在美国 有一些有弯的地方 它一样不会用忽然 就像我讲的 你冲出去 你旁边是沙漠 我根本就不需要拦你 我家的忽然反而 忽然有另外一个功能 这个忽然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我冲撞的时候 这样状况就会发生什么事 导震 对 它其实是要让你导震 对不对 可是像纽泽西忽然的话 另外比较常见一个问题 就会导震过头 你反而可能会冲进其他的车道 而造成其他人的这种伤亡 所以最好的确就是入车进空去 那奇怪 为什么这边要加忽然 对不对 台湾对于忽然的使用 它是不是有真的必要 而且这张图 它在水沟那边 它是不加忽然的 对 其实你不觉得反而有点 好像放错边的感觉 放错边了吧 对不对 好了 当然它也许我们图上面看不出来 也许旁边是有水沟 它当地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它也许是有水沟 当然我不知道 但是那就 那就有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点了 那台湾对于这个忽然的一个使用 是做的原则吗 原则 你的法规的规矩在哪边 好 我另外提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好 在美国也有 在台湾也有 你下次开高速公路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旁边如果是桥梁 旁边就是断崖这一种 通常就一定得选用哪一种形式的忽然 刚刚讲过了 你这样子应该就这样 我必须纠正一下 不应该说是纽泽溪忽然 因为那种水泥式的忽然 有好几种形式 纽泽溪是其中一种形式 而且纽泽溪形式其实已经被验证过 它是危险的 只是台湾都一直在用 所以就水泥形式的忽然 我重新更正一下 好 这种铁的浪板式忽然 跟纽泽溪的忽然 在连接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因为浪板式的忽然 我讲了 它撞的时候会稍微往外被推开 我推到这边 然后这边是纽泽溪忽然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那个接点会断掉吗 会撞头 会撞头 就是我 结果变撞头了 美国在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你在对接的时候 你必须要 加高 就是你的 W型浪板的柱子的密度 来看一下这一个 加高密度就等于是 它当时候在吸收缓冲的时候 都是更 你看然后这个就是一根一根的 可是它进入到纽泽溪忽然的时候 它就加高了 就是试图尽量在它碰到纽泽溪之前 所以它会把它倒回去 对不对 对 它会稍微把它倒回去 这个就是我当初讲的 就是它就是加高的密度 如果你没有加高密度 就会发生这件事情 就是你变成直接撞头 就直接变成这样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他们的方式就是选择去加高密度 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冲结的模式 就是安全的 可是你有趣了 你去看台湾的高速公路的护栏 像这个是我刚刚才去截图的这个东西 用Google Map截图吗 对 对啊 没有加高密度 没有加高 它就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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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遇到那个就那个 对就那个 可是这个撞上去就一定会出事 就掰了 对 那当然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很多网友会讲一个东西 你就不要去撞就好了 如果你轮胎打滑 或者是人家来测撞到你 你失控什么的 你这都很难预料 对 不是只有你自己失误才会造成车祸 对不对 还有那也就不要加护栏就好了 那旁边 我做一个高架桥 我旁边也不要加护栏 反正会掉下去的 就掉下去就好了 对不对 你不应该用这种想法 对不对 那所以在失作的时候 可是台湾 我们就先不要讲到 那么高深那么远的东西 我们讲一个最根本的 就是台湾这点真的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就是我们对于护栏的基本设计 连最根本的一个东西都没有做到 就是电线杆要放在护栏外侧 这个我很常看到 这个我非常常看到 尤其是比较乡下的路的时候 会超常看到 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 刚刚讲的护栏的功能是什么 应该是保护你或导震 导震 对不对 但你遇到电线杆突出来了 你就直接 我反而把你导向电线杆 我本来撞的时候 我可能是撞这边 旁边是农田 还是草原 还是什么的 我本来还没事 对 结果我撞了之后 被护栏带着去撞什么 电线杆 然后电线杆 你就变成直接的症状 对 对 那这是不是 就跟刚刚那个扭折系断头很像 对 那 我跟妳扭折系断头 还只是我没有做好 对 而导致就是 就是好了 我有想救你 只是我没有救成功 可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原本还不会死的 我想救你 但不小心把你带到地狱去 对 就是我用哈姆利克法 有没有 或者说我做CPR的时候 我是直接拿椅子 去敲你的胸口 那你这样子就不对了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车祸 像这个是苗栗的一起车祸 他就有一个女大神 他比刚刚那个在好一点点的就是 他把扭折系切开了 然后中间浪电线杆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死了 因为照理来说 他撞到扭折系的时候 他应该就是一路贴着它 然后一样撞到电线杆 还是是这样的道理 对 可是这个最后就挂了 这个最后就挂了 有太多了 其实而且受害的也不是只有 摩托车 你看像这个也是 为什么我们的护栏 在当初在道路在盖的时候 我们盖忽然的时候 没有想说要把电线杆 移到扭折系忽然外 然后我听过最扯的一个 就是这个的论述 我电线杆已经盖好了 我忽然后盖 没办法 不是 台湾土地没那么大 你电线杆要移到外面 你是不是要征收别人的土地 不对吧 那你可以把扭折系放到前面 你可以把扭折系忽然放在电线杆的前面 我没有叫你 因为 好了 有人会讲这个其实也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台电跟公路是两个不同单位 可是台电拒绝合作 你不会自己动 对 你这个门在这边 你就说我就不要开 我就要用撞的把它撞出去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蠢的设计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最痛心的是什么 这张 这张是越南 越南的 越南的还 整个方向还比台湾正常 就是我电线杆正常是要在外面 布兰外面 而且台湾的这种问题 上至公路总局 下至地方政府 都是这样子 不会说 有一个政府单位做的比较好 猜猜看是哪一个 你要说的是单位还是那个行政区 单位 警察局 高工局 高工局除了刚刚讲的就是 浪板跟水泥端头 没有做那个加高密度以外 其实你注意看 他们的高速公路的那种护栏 或者是有门架的东西 那个门架一定是放在护栏外面 甚至因为我们的高速公路中间 有很多是纽泽西护栏 那纽泽西护栏 它可能会插门架 然后门架会稍微有点突出 纽泽西护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或者大家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它会再用WR板包起来 这个在高工局真的就做的比较好 可是你看台湾的省道 我就讲省道台一线就好 那种 这种设计的有多少 而且这个是 公路总局是这么高阶的单位了 你连这个你都没办法了 没有办法去把它做好 那更遑论在 县市政府的 对他们可能更没有这样的专业 因为他们大部分遇到店 都是中央政府的事情 他更难以地方政府的角色 去跟直接跟中央政府协调 而且可能地方承办 也没有这样的观念 对那所以最后 除了是 像刚刚那个女大生撞死了 女大生撞死了 都说骑太快 不对我骑太快 我顶多可能下田底而已 可是为什么我反而忽然杀了我 这个是一个我国在 道路路测工程上面 就是美国这点真的做的 不要讲美国 越南都做的比台湾还要好 就是这个观念是正确的 那前几天有一个很有趣 有人就在那底下 跟我在吵这个东西 在我那支影片在吵 他说你竟然说 越南好像做的比台湾好 你到底有没有来越南骑过车 不好意思我还真的有 我说胡志明骑到河内 我再进辽国 还有到最近很红的柬埔寨 他们的工程做的很差 所谓很差是品质很差 博油路做的不好 但概念上是相对正确的 可是随着经济起飞 他们的只会越做越好 可是台湾是品质做的很好 概念是错的 就有点像说 我跑步跑很快 我要从台北跑到苗栗 我可以跑超快 台湾是这样子 只是台湾的方向是我要从宜蘭 落到墾丁 然后再跑到苗栗 你觉得合理吗 跑再快都没有用 跑再快没有 你方向错了 你根本没有发挥任何它的 应该发挥的保护的原始的功能 这个就是我在这一趟我带来目前来说 可以算是回想最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整个沪南的工程之类的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 除了沪南工程之外 像是可能有一些 因为我知道你就是有点像公路的旅行 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讨论到一些事情 是比如说这种穿越型道路 在台湾很容易就插进市区了 在美国这一点是不是他们落实的比较好 就是所谓的干道 就真的就是交通的干道 我就是让你从这个沉寂之间 我让你比较顺畅的移动 我上一集最后有讲到这一个 好像是在最后 然后你觉得那个好像是永康 还是台南某个地方的案例 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 一样美国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其实是完全刚好相反的 他们这点其实反而做得很差 譬如说我在骑车的时候 我这个要拉到比较后面一点点 大家看一下 我就讲这边好了 你看我现在是在一条穿越型的道路上面 我的车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其实我也没有骑很快 你的仪表板上面的是英里是吗 公里 我没有骑很快 对 还好670 可是你突然发现 有一台车从好像住宅还是什么地方 串出来 还有我开始进入到一些有住宅的区域 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 我再稍微加速一下 刚刚那边 对 开始了 你会发现 陆测开始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开始出现 这个到底算不算市区 这很难讲 很难讲 因为它闪闪落落的 又好像不是市区 但是它又开始频率变高了 对 然后我其实如果再往前一点 你就会发现有更多的 就是一些聚落的形态 这个时候比较偏向是 更密集的出现 比较偏向是聚落 然后我如果再往前 再往前 其实你现在这画面 在台湾应该就是一些小村 小村落的密集程度了 然后你看像这样子 我继续再往前的时候 就会有遇到更多的 像这边就是 好 然后你看像这边也是越来越多了 这边这个岔路就很多了 对 可是我必须说 你不要说好像美国人会减速 没有 美国人一样 开的甚至比我快 这条路可能速线 看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这条路可能速线60米 他们就是用60米这样子冲过去 反而你只要有遇到任何的人 从旁边冲出来 通常应该都是重大事故 来不及了 有一部很经典的电影 那个进入坟场 有没有看过 最近不是刚重拍吗 对不对 那个里面的小孩是怎么被撞死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可能在庭院办party 然后小孩就走 虽然他们的退缩空间很大 就是他们住宅的道路 虽然可能相对的远 可是他们就跑过去了 可是你看刚刚在影片后段的时候 他已经有到一定的密集程度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思考 就是要用另外一种的模式 去保护这个整个住宅区 譬如说我前阵子 我不是出国前 我跟我们的科市长 刚好就办了一个座堂会 对不对 7月那时候 对那个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有一样 很好的方式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边就是好 这边是不好 一条路如果要穿越一个 就是商业活动区的时候 这个就是美国的方式 就是反正我这边有活动区 我就连一条路 这边有活动区就连一条路 可是在欧洲的系统 他们就会连一条额外的路到后面 然后让进出是透过这一个次要道路 这个叫做次要道路的一个概念去做 然后或者是像这样子 一个单点的形式去做 那美国很明显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的不足 你如果只有一户 那当然可能是照这个 可是 如果你很密集 像台湾其实就蛮多类似那种 在比较密集的地方的工业区 就会是美国那种白法 就是它的工厂门口直接就是马路 虽然说它那个 我们的那一种马路 大概速限大概是40到60不等 但是就是同样的 而且是很密集的 一连贯全部都是 对而且 甚至有一些主要道路 它也是直接连着主要道路 这样就不对了 像我是章话人 对 对路港人我们有一条就是张鹿鹿 大概总长大概10公里 对 那这条张鹿鹿上它的速限 其实是可以到六七十的 那他晚上大概10点后是闪黄灯 对 那他路上就是有沿路有一些工厂 佛具工厂 或者是什么Seven 或者是民宅 他真的是一出来 大概不到两公尺 他就直接到了路上 对 然后而且那条路通往车速都不慢 不慢 而且车速的点是固定的 那你如果加上晚上可能10点之后闪黄灯 对 就是我小时候就曾经就是八九十的 骑着这条路了 就这样讲就知道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在美国 他们是很没有做好的东西 我觉得我其实有在拍一集 可是还没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我讲了美国五个好的交通的东西 还有一个美国我觉得很烂的东西 那我顺便再分享一个 台湾就是近年来 开始在比较讲说 就是路口要停浪这件事情 对 对不对 但是美国的停浪 就是STAR SIDE 就是停止标志 其实很烂你知道吗 看不懂吗 还是是看不到 就是我这样说好了 很难用 而且其实台湾又刚好受到美国的 这一套的传承 就是台湾其实交通工程是美元 然后所以自然就是美国的一个系统承袭 很糟糕 超难用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同样在欧洲骑过车 在美国骑过车 我就觉得美国那个我常常不知所措 怎样不知所措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来 这就有一个STAR SIDE 对不对 好 那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最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STAR SIDE 它是在路口的后面 对 但是停止现在前面 所以我到了路口的时候 停下来了 好 我看 旁边有车 它有没有要停 好像也没有 刚刚那个是4way Star 还是2way Star 就是4way Star代表什么 4个路口 都要用 都要停 如果是2way Star代表 我要停 可是旁边的是 可以的 可以通行的 对 所以我路权比他小 然后我就到我路口 我刚刚那个要不要停 然后左右看 你也看不到旁边的 他有没有STAR SIDE 因为那个标志是背对我 然后我就看 他这边有个牌子 可是我也看不到他那个是什么 所以我就到那边 靠腰 要猜 我要不要停 因为美国的标志 通常都会这种 就STAR SIDE以外 它就在4way Star 2way Star标志说 那个路口的优先 可是你就是一瞬间 你要吸收两个资讯 两个资讯 然后他又放得很后面 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 STAR SIDE吗 我觉得实在不好用 而且就算是2way Star 2way Star好了 那代表就是 我要里辆旁边的车 他们不用停 可是有时候 他的路侧的视野 没有完全进空 他可能会有些树长出来了 所以我看不到有没有车 我就算停了又如何 我看不到有没有车 就跟我们上一集也讲过 那个安全岛的逻辑很像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是普遍来说 他们的这个停止线 他们这个停止线 也不会真正划到 贴旗道路的边边 假设我譬如说 今天假设这边是一个路口好了 是一个路口 他可能停止线划在这边 那我停在这边的时候 正常人来说 我也看美国人是这样 没有人停在停止线 他一定都是停到 真正他看得到 他觉得那里才是这条道路的 需要停的极限 就是我看得到的地方 两侧 对 他实际上他可能会超过停止线 那对于一个 我正在驾驶在主线的人来说好了 我不用停 我知道我不用停 我骑一骑一骑 旁边突然有一台车冲过停止线了 我要不要停 我不刹车 因为我的直觉就是什么 他好像要闯过去了的感觉 所以我就会很害怕 他到底有没有停 他到底有没有停 这个时候我视野就被他拉开 注意力分散 对 这个就是我在美国用的很糟糕的地方 而且同样的 我过一个路口 我这边没有史大赛 谁知道那个史大赛是被吹掉了 还是是真的没有了 你懂我的意思吧 对 如果说今天是那个损坏 结果他根本就没有让我而造成车祸 那又算谁的 而且其实史大赛有一个非常糟糕的 我觉得的点 他只适用于正交的路口 我遇过一个 我在美国遇过好几 不要讲一个好几个 斜差 斜差的 好 斜差有什么问题 理论上没有问题 反正我一样 可是我远远看的时候 我这边有一个史大赛 他是给他看的 可是我远远看过去 因为我看得到他 我看得到那个停止标志 所以我就想靠腰 这是要给我的还是给他的 给我的还是给他的 然后有时候他们又会道路 其实他们斜差的时候 他们可能两边都会查 然后我在美国 因为史大赛 我误判了非常非常多次 就是我即使已经一直在告诉自己 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人 然后我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很小心的 但是还是错了 我还是好几次就是误判 或者是道路口 我不知所措 这个是我的经验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个好了 像这个好了 而且美国有个非常讨厌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道路标志 常常文字化 请你告诉我他写什么 疑问好吗 Cross traffic does not stop does not start 就是叫你不要停 又有一个star 上面又叫你要停 他上面我就是很仔细的看 我当然知道说原则上要停 但是一个例外状况你不需要停 可是你在那个瞬间 我会觉得太多字要阅读了 谁知道 那我直接问你了 因为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懂 我随行有一个英文比较好的人 他一样没有办法告诉我这个到底是什么 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给我解读 我先不管那个就是 先不管讲star 对不对 执行继续要转换的再停 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 你还是看不懂对不对 对 好来 观众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我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然后我当时随行的一起的元宝 他是跟我说好像大型车辆 不停 可是我觉得不合理 我怎么想我都不合理 我其实不了解他的那个cross traffic 到底是指一直什么 这样子 他是指一个动作还是指一个交通工具 我不太清楚 你刚讲的应该就是 如果很繁忙或是很重 还是什么的吗 重负载的时候不用听的意思吗 可是重负载是指交通 还是是指车辆重负载 你是指那个道路的状况 还是指那个交通工具本身吗 对 所以他可是对我一个英文很烂的 我只看得懂 Don't not stop 然后上面又告诉你stop 所以 这个是薛丁格的stop 对 所以我说真的 我在美国我遇到好几次 就是他们过度依赖文子 其实台湾完全学到这点 而且还发扬更广大 你知道吗 像这个也是 可是这个有另外一个有趣的 就是你看他停止线在这边 可是我跟你讲 所有人都会停在 更出去一点 其实停在那个停止线 先不要说别的 光是右侧那个stop的看板 就会遮挡住我一些部分 一些视线 对 所以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 欧洲是怎么做 欧洲除了START以外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标线连续化 它如果是主要的干线的时候 它的标线 你看这个标线 就不断了 它是不会断的 可是你看刚刚上一张 美国的是什么 美式系统 几乎都是实线 美式的系统 应该讲说 它的入口是完全不化线 就是净空 对 美式信口跟台湾的类似就是净空 可是 净空就会有刚刚讲的问题了 刚刚那是4A Star 2A Star 对 可是如果我到这边的话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 有没有START 因为我马上就知道了 停止限制在这边 而且我看地上的标线 就是地上这条代表横向是什么 主干线 我就要让它 然后主干线 我也根本不需要看那些有的没有的 我看着我的标线是连续 所以我的入圈一定比较大 对 而标志他们也会放 可是那可就是两种的相互的 呼应而已 可是美国就是你只要没有看到那个START 你就完全到了入口 你会完全没有办法判断 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对 谁大谁小 在这样子的系统里面 我会觉得欧式的系统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你看这个就是很经典的欧式系统 这个谁大谁小 看标线就看得出来了 对 对不对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 很多人可能在欧洲驾驶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个黄框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呢 跟大家讲 代表你在等一下的入口你有优先权 而且你还不能停 你减速 你如果减速 你考不过驾照 会违规的 你考不过驾照 同样的 这个是台湾另外一个非常诡异的交通制度 刚刚那一些就是比较连续性的路面 考照的时候 在这些欧洲国家 甚至在日本也是 应该在美国也是 你只要减速了 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架势 可是台湾的法规规定什么 台湾法规有一条很恶劣 根本就是 完全就是上尽天良的法规 就是行经五号制入口 需减速慢行 台湾有这一条 不管怎么样 所有人到五号制入口 你就有慢下来再说 那你知道台一线 有很多五号制入口 对 你自己住张话 从小在乡校长大你知道吗 旁边有一个巷子 我怎么可能因为有一个巷子 我要减速 那好 那减速 我要减到多少 也没讲 也没讲 可是只要发生事故 通常就是什么 他七我三 他是支线为离浪主线 然后我是什么 就是位移规定减速 就是行经五号制入口 没有减速慢行 但是实务上 你去任何一个国家 我也不要看别的国家 我就看台湾就好 哪一个人 在经过这种巷子的入口会减速 没有 真的没有 通常 就是我住的地方那种 田间小巷那种很多 那随之而来的 当然不会有耗子 但是会有那种反光镜 对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开车的习惯是 他不减速 但他快到入口的时候 他喇叭给你吹下去 让你知道我要来 我要来 你减速 我不减速 这样子 就你实务上 我相信 你给一台车 给交通部的所有人开一趟 也没有人会减速 我今天在台一线我的苗栗 甚至通宵那边 我是有四个车道 我怎么可能在四个车道上面 以80行驶的时候 旁边有个小巷子我要减速 而且通常不是一个是 好几个 很多个 那我到底 应该怎么办 我到底要开70呢 还是我每个巷子 我都要70 40 40 对 也像 可是你就算40发生车祸 你一样 你在一个 你如果是假设照他的规则 你应该是慢慢减速 你不可能急杀 对 所以你的行驶就会变成 就是非常奇怪 而且有时候加到一半 又有六个像 又一个像过来的 你通常是这样 这样子一直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态 可是你法规是这样写 对吧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 糟糕的东西 奇妙 讲到速度 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美国的在驾驶的时候 它的一个速线的一个管理是怎么管 我也有拍过一支影片 大概有25 26万观看 对 就是台湾的速线真的有问题 我相信 这点应该很多人是能够认同的 心有戚戚烟 我自己也拿过车速枪 然后去南回公路 那边打 那边速线50 南回公路四线岛 速线50 然后实际去打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车子 低于50 至少都87条 好 那你要说它超速吗 然后可是我们跟公家单位在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就说 这条路的最低设计数率是多少 这个我上次不知道你们讲过 也就是说他拿一整段里面 最弯的地方 最弯的地方作为整段路的标准 对 可是 好啦 我觉得有一个可以正向鼓励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好像发包研究案了 就是去发包给交通运输研究所的样子 就去研究 那我的合理书信要怎么定 他们至少有想要去定出一个标准知识化的法规 去改善这件事情 那可是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美国他们怎么定 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就是它是一个66号公路的一个侧车道 我就这样子骑一骑 我原本速度可能还蛮高 结果你刚刚看到 有没有看到一个黄色的标志 对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它黄色标志是写什么 15 15 My 然后我实际过的时候 你注意看我的速度掉到剩下25 我其实比那个速度还要慢 差不多 对 还要慢 还要慢 那可是这一条路 它平常在行驶的时候 大概是60My 对 可是它就会有一个 因为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那是一个上坡 而且我其实看不到那一个弯 然后它就会不断的警告你 就是前面会有一个转弯 然后括号树线 就是15 可是这个速线 最有趣的是 它不具执法依据 它的目的是告诉你减速 而且告诉你 因为很弯 所以15 好 可是呢 警察不会用15去抓 他应该还是用他整段路的一个 比较相对的 速度 大部分地区的速度去抓 但是你如果你有能耐 你在那边用150过的去 合法 也不要讲150 就是60 60My 你有能力用60My过去 算你厉害 那是你的事 对 可是我进了义务 就是告知你说 前面有一个很急的弯 我看你在快到之前 它地上有一个连续三个那个点点是不是 那个是也有告知你 对 前面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路况的警示 对 然后像这个也是 就是你看它就写一个40 那这个40就是40My告诉你 你的前面比较弯 而且你看40My等于多少 60 大概60左右 可是你在台湾这种路 你通常一般会定多少 可能就14 是40 差不多 老实说 但是你看 它是最危险的地方告诉你是 40My 然后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白色又45了 可能就相对接下来会比较 接下来就是 比较平直一点 白色的才是正式的书线标志 所以黄色的那个叫做 参考 警告书线 对 就是建议书线或是警告书线 然后45才是正式的书线 对 然后其实比较有趣的是 你看我骑车就是这样子骑 可是我在台湾 同样这样子骑我都是超速 我就是死标掌 我刚刚想到那个 在台湾有意义的这个速线警告 叫做前有测速照相 请减速慢行 这个是唯一的 讲到这个我顺便也要再干脚一个 这个就是特别提到的 就是标志文字化的问题 一个阿兜拉看得懂吗 看不懂 我觉得一定看不懂 一定看不懂 所以台湾这几年才总算发明了 什么 重新定义了测速照相的一个图像化 图像 就是图像化 好像就是一个照相机 照相机 然后黄色三角 对 可是那真的是这几年才有 可是我就想要问比较有趣的 区间测速的警告应该长什么样 他也是文字 目前都是文字 什么区间 什么这里开始 区间测速起点 起点 然后会有个终点 可是我就讲阿兜拉看得懂吗 看不 那你如果像美国这么一个大型的国家 或是像欧洲这么多语系的国家 你如果用文字化 你一定是史上惨重 因为不完 可能会有一个希腊人来德国开车 他怎么可能看得懂德文 他也不可能用英文 英文本来就不是他的母语 所以欧洲在图像文字化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他基本上不太需要去阅读什么东西 可是美国就做得很糟 台湾更惨 台湾就是我发明了一个取缔方式 可是我配套的什么 那个标志没有出来 然后可是我们还是傻了 那我们就讲 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更多元的国家 我们有更多的外国人在台湾 游玩驾驶自驾的话 你如何要让这些人 一起在很清楚 同一套规则底下去驾驶这些交通工具 没有思考过这一点 台湾真的没有 你看那区间测速的图像该是怎么样呢 很难想象 像这个就懂了 这个一看就懂了 代表什么 我看到的是20mine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回转 还是怎么样的 没有翻覆 大卡车会翻覆 因为是一个大右弯 然后大卡车可能 你如果太高速过去 大卡车就会翻覆 其实这个一看 好啦 我没料到你看不懂 但是我觉得 至少这个 我觉得还蛮明显的 但至少我知道那个20mine 然后我的判断是 前面应该有特殊路况 对 就至少它有一个东西是翻过来的 然后又有一个大转弯 对 至少它能够让我觉得 前面应该我要小心一点 对 就算我真的没办法一时之间 catch到它正确的资讯 对 可是就 这个就是美国对于 速线的一个相关规矩 就是他们不会拿整段路最糟的一个地方 然后告诉你你整条都这样 然后最可恶的就是取缔通常都还是取缔载 那些高速路段 对 对这个就是台湾整个交通真的是最可恶的地方 因为其实在那一个就是那一个比较相对需要减速路段的话 大家自然一般来说过弯通常都会减速 没有人会无时无刻都想当飙载 尤其是在比较不好的路段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视野 你会发现像台三线非常明显 会撞的就那几个弯 会死的就是那几个弯 那为什么 那我们其实我至少在台三线混了那么久 我就知道 因为他那个弯 你在进弯前 因为右侧有个石壁 你没有办法看到 等一下的弯长什么样子 就很像刚刚那个上坡 突然大左弯一样 通常最致命就是这种 就是我完全没准备 然后进入了一个非常急速的弯 然后我那个时候车速是已经过不去了 通常我只要看得到 我就会减速 可是另外第二种是最致命最危险的 那这种你才就是需要用不断的提示方式去做 而且其实相对的另外一个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台湾的速线 不是速线 就是美国的双黄线 这个是让我觉得最惊人的 怎么说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单向的虚线 你看得懂吗 如果在台湾 因为我有开过高架 现在看到的虚线在左边 代表左边可以到右边 右边不能到左边 可是你有没有印象 台湾现在这几年越来越少看到这种了 以前都还有 现在好像没有了 要嘛就是虚线 要嘛就是双黄 对 好 可是台湾土地才多大 美国的土地可能是台湾的100倍 200倍可能有吧 那你知道吗 那当然那个道路的长度一定远比台湾长一两百倍 可是你知道他们的双黄线化多好吗 就是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在驾驶的时候 现在我是可以超车 那为什么我可以超车 我从后再播一次 我从后再播一次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超车 因为我根本看不到远方 为什么 我是在一个上坡 对 然后当我过了上坡顶点的时候 我看得到远方了 你有没有看到视野开过了 变成我可以超车 可是对方是正在上坡 变成他们怎么样 不能超车 我看懂了 而且这个逻辑不只在上下坡 连在弯的时候 重点是它是每一个坡 每一个弯 都有画出来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 就是他们的国土面积是台湾的这么大 这个是双向对不对 对这个是双向 你看像我现在是不能超车 可是为什么我不能超车 这个一样就是我看不到远方 远方 然后我可以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 类似的东西 类似的案例 你看我现在接下来我进入到上坡了 我看不到远方了 马上我就会变成 实现 所以他们在每一个弯 每一个的就是视野不良的地方 他都非常精准的画出来 那我只要我是可以超车的地方的时候 我一定可以超车 像现在这个应该是稍微右弯加上 所以两边都不行 两边都不行 就是视野不好 可是 现在换你可以了 对 就是只要我觉得可以安全超车的地方 地上绝对不会是双黄线 然后只要我觉得不安全的地方 地上也一定是相对应的东西 实现 就是正常的驾驶人的判断 是跟那一个他的标签是符合的 而且我最佩服还是那句话 人家的路有多长 66号公路长达4000多公里 可是他们还是把它画得非常非常的精准 可是台湾 你连好好画一条山路都办不到 反正我就是全部怎么样 全部双黄线 全部双黄线 就这一个是让我觉得美国 我觉得美国人做事最佩服 而且他们很有趣 就是你知道他们在做施工的时候 我看到超 我这一次才看到的超惊讶的 只借我一下好吗 就是 施工的人一定不知道怎么画 因为施工是施工 道路不是他规划 他们会这样子做 就是我这样子过去 然后 这样 我看过刚刨除要画标签的 他就是告诉你 我接下来 他告诉施工的人 接下来这边就是画虚线 虚线 这边就是画实线 然后如果是这样子呢 都是实线 反过来就是这样 所以他在每一个需要改变标示的时候 他在地上都会先画一个漆 然后接下来施工的人 我就是照着这个漆去做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就 人家的标准化作业就是做得这么的完美 有标准也有弹性的感觉 然后台湾这个东西就真的做得真的很糟 我觉得你讲这个双黄线 让我想到你最开始讲的那个强制报废 就是干脆就一刀切砍就对了 反正 好啦我也不知道怎么画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 全部双黄线 全部双黄线嘛 那你操车失误是怎么样 就是你的问题了 就告诉你不能跨越怎么样 对啊就是你的问题啊 可是那个地方明明是正常可以操车的 然后你又不让人家操 那最可恶的还有就是 这个明明是可以操车的 你还在那边设一个什么 车速照相 这个不就台湾的现况嘛 然后反正就是为了免责嘛 那免责的最好方式就是什么 我通通禁嘛 反正你跨越就是你的问题 对啊 一切都是速度太快了的 这个很糟啦 这个真的是我是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惨 我觉得这个你光看这个双黄线就知道了 嗯 你要讲土地大 人家还是比你大吧 那我还是画的那么的精准 那么的有效率 嗯 对啊 这次去这个 你的车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车喔 我的车最后就送人 最后就送人 对就是你没有在西岸就卖掉 呃其实没有 东汉讲错了 因为我买太贵了 啊哈 那 可是他二手价不会因为他新车价 然后所以可能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决定我车先放那边 啊 对因为我打算明年再跟那个 再去一次 再去一次 你就可以骑那一台了 对不对 继续骑 对我就省一点啦 那你这次不就要从另外一边再骑回西岸 没有我打算骑到阿拉斯加 我从美国本土再冲去阿拉斯加 那你再次不就要更久 呃我上次的经验其实差不多 五六五十天 四四五十天就够了 嗯 因为我上次 我上次从阿拉斯加骑到 那个温哥华 温哥华 差不多是一个月 对所以其实 如果啦 如果我要从佛罗里达 就是美国最 西边 最东南边骑到阿拉斯加 应该要两个月 差不多 对应该要两个月 因为你很跨就要40了 对 不过这个东西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就是车子的怎么处理啦 嗯 对那其实 呃 我们老前几年发生过一件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赖清德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嗯 我必须讲一个可能 观众可能不一定认同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 那个民进党政府 执政时期 赖清德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行政院长 怎么说 那他现在当副总统 那是更 哈哈哈哈 好我这样子讲好了 就是他当时做了 一个非常糟糕的政策 就是他 要强制老车报废 嗯 那时候造成了一个 反进二踢的一个摩托车的联盟 对 对 那我还是那句话 你凭什么报废我的车 嗯 我车当初买的时候是合法的财产 然后 我也是正常在保养 他也是可以正常的行驶 而且我验车验的过 对我验车验的过 你凭什么签一张空白的授权 让环保署 可以拿这个空白授权 我随便填就是未来的标准是什么 环保署想要报废我的车就报废我的车 嗯 对 你到底凭什么 我又有叫我睡啊 嗯 我也有正常在保养啊 而且可能验车都还验得过啊 嗯 那你凭什么去报废我的合法的车辆 嗯 嗯 那这个部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美国的老车制度 这台车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非常古老的 那个B&W的老车 它旁边还有边车 嗯 好了 看这个可能还看不出来啦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的 这台车它的那个样子 这个是我美国的一个台湾人 嗯 那个时候他要我去参观他的车库 他车库里面放了大概20台以上的 B&W老车 这个他的兴趣 就是专门收集 专业收藏家 对 收藏老车 然后 我那时候就看到他的车牌 然后就跟他请议 就是美国对于老车的一些管理 是什么样子 嗯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台 漂亮吗 这是刚刚那台的正面吗 对对对对正面 我这样子讲好了 它对于这种车的保养是到什么程度 出去骑半个小时回来 插车插两个小时 对 我这样子讲 有过老车都知道 就是这种车最难保养的地方是哪里 你知道吗 就是钢丝框 嗯 跟排气管 你看人家插得 亮晶晶 跟新的一样 好 那重点在于就是他的老车的管理制度 那这个老车管理制度呢 在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美国康州 我特别要强调是康州 因为每个州的规矩不一样 不太一样 好 你有沒有看到这个就是 康州的就是那台车的摩托车车牌 嗯 来 是什么 CON KLAYS 他直接叫他经典的老车 经典老车 然后康州的车牌嘛 对不对 好 我记得是23年以上 你经过合法的申请之后 这台车 他就可以 反而给你一个认证 认证 经典老车 好 你每年缴多少岁呢 更多吧 18块 美金 没有 更便宜 更便宜 可是老车不是相对比较耗能啊 等等的吗 你不会骑他去上下班 哦 我今天 任何人 我今天有这么一台 紧紧紧的老车 你会骑他去每天上下班吗 我 他是骑出去 回来要插车插两个小时 他插到那个排气管 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生锈的这样子 这个就是经典的老车车牌 他们的制度 然后呢 他车过了二十几台 你就算二十台就好了 他每年要负担多少税 三百六 跟你讲算四百块美金啊 对不对 差不多一万多块而已 台币 对 这个是他们的经典老车的一个管理制度 就是 你这台车经过政府官方认证 好像我不知道他的认证程序是什么 还是只要23年以上都可以申请 但是他就是 会发一个经典老车的车牌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用非常低的税金 保留这台车 对 而不是预设你们这些都是制造污染的王八蛋 我要把你办掉 而且 这个是美国康州 那温哥华那边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更经典的一个制度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收藏家车牌 更特别 更特别 好我忘了我一样忘了一些详细数据 那就是你今天的车 只要是经过当地监理站认定 就是收藏家等级的 听说很严格啦 你连螺丝都不能用非原厂品 对 然后整台车必须要是原厂样式 还是什么的 当然有错 欢迎指证 但是它是有个认证制度 认证制度的细节 我不是很清楚 它发一张收藏家车牌给你 重点是那个车牌 底下可以挂 我忘了几台车 30还是50台车 它等于是发给你这个人吗 对 它发一张这个车牌给你 你的50台老车 都可以挂在这个牌子名下 然后你要上路的时候 我就拿这个台怎么样 锁 我今天有10台 我就锁 一台 我就可以上路 这个东西我觉得比康座还要好 为什么 你一次只会有一台车上路 对 那我是不是同时也确保了 这些老车不会大量的在路上行事 然后而且你只要缴一个车牌的税 对 因为它的目的不是收钱 它的目的可能是 做一个比较总量管制的概念 就是一个管理而已 可是我管理不是要禁止你 可是当初赖清德就推了这个一个 老车退场机制 我还是想问一句话 还用消灭代替管理 对啊 你凭什么 而且你要想 这些老车可以带来多少的 反过来讲 它有多少观光收益 或者是说它有多少的产 甚至是气修产业 对 对于产业它有多少的帮助 所以 你耐心地当做台南市市长 台南有那么多老的东西 你怎么不说古迹通通都铲掉 围楼啊 所以我要把它铲掉吗 这个古迹不符合现代的建筑法规 我觉得不行 我通通铲掉 你古迹你不会这样做 那你凭什么觉得 你应该要这样子对着 对老车 他们两个都是 都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一个私人财产 都是一个物件 那你古迹有观光价值 难道老车没有吗 对啊 那你凭什么 就是这样子去 去对待这些老车 而且人家就是保养的那么好 所以 真的不要说 为什么台湾汽车产业起不来 因为连汽车文化 你都在扼杀 你都是用国家的力量 在扼杀一个汽车文化 那你怎么可能会有汽车产业 那你还去扶植拉斯卷 这些有什么任何的意义呢 因为你根本没有 老车文化 对 不要讲老车文化 就是你没有汽车文化 对吧 你所谓的汽车文化 就是我们努力买新车 退场 连日本也没有到这样子 日本还有多少老车在路上跑 你台湾凭什么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值得大家审视 所以当初 赖金的这个政策 就让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糟糕 而且完全没有经过沟通 对 就直接要硬上了 然后搞得大家就是 那时候当然啦 摩托车没人理啦 可是当时柴油车的那些大车 就集结到总统府抗议 行政院抗议还是什么 对啊 所以最后这件事情才挡下来 要是那个时候没有烧到那些 老的柴油车那些货运的话 这件事情可能就 真的过去了 真的就过去了 对啊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惨的东西 所以在讲 为什么台湾人好像没有个文化底蕴的 或废话 你整个国家都在扼杀老的东西 在美国 这种车 满街跑 而且这很有趣的对比 后面一台特斯拉 前面一台 经典老车 而且没有发现一件事 它前面不用挂车牌 对呢 美国很多州 当然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 它就只有规定你后面要车牌 前面不用车牌 对啊 因为 我倒是觉得可以问一句话 我前面要车牌干嘛 大部分的车速照相都是从后面拍的 对啊 美国警察拦检的方式 也都是把你拦下来 他停在后面 所以我前面要车牌到底要干嘛 其实可以反而可以问这个问题 在台湾前车牌好像也就是 车速枪有没有 对就是车速枪啊 这些有没有的 还有那个啊 是那个国道监据的 对啊 是前车牌 然后还有那个ETC啊 那些有的没有的 对啊 ETC是前车牌 那个tag吧 也可以排车牌 他也会对车牌 也排车牌 对 所以 对啊 反正这个画面就很有趣 你就看一台老车 一台 对 一台新的车辆 而且讲到车牌啊 美国的车牌是一个 很有趣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 台湾 我们先不要讲说要什么 大翻转啦 但是我觉得可以稍微导入这个制度 就是 那个地区性车牌 地区性特色车牌 看到了这是缅因州吗 对 他把他的龙虾画出来了 那他们的特产有很多 然后缅因州至少有四个以上的一个 就是当地的特殊车牌 车牌 就是 他们有标准形式 白地 然后也会有特殊形式 像这个就是缅因州的形式 然后缅因州的形式 他就会把自己的当地的特色 把他带上去 那我觉得台湾也许可以做一下 像新竹可以做什么 共玩 对 新竹共玩啊 还是什么的 台中可能小波块啊 可以换skin 对 反正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 而且日本其实也有 我倒没有特别的印象 日本的比较没有像美国那么有特色 可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的装饰 像什么樱花啊还是什么的东西的 欧洲就比较自视一点 比较自视了啦 而且我顺便提一个 你这个可能勉强看得出来 就是 他有一些可辨识的 美国车牌是反光的 他会反光 台湾的车牌 我记得好像很久很久以前 好像是好像会反光 可是现在好像都没有了 我不确定 反光车速上就找不到啦 你讲到重点了 就是我们的车牌是为了取地 他是为了取地 而不是为了安全 可是他这个是会反光的 然后你过来 反光可以 其实多一个点 就是假设我有开车灯 前面的车牌会反光 我知道照着他是会看到的啦 对 所以相对来说 他们没有那么流行 就是科技直发啦 对啊 就是那个叫执法 叫有温度啦 就是美国人他 美国警察 因为我这次有 刚好有一个台湾人在美国当警察 他就带我走一圈 他说最重要执法是要反过来 除了执法以外 做除法以外 也是要回到教育的面 你超速了 然后就告诉你 你这边为什么不应该超速 然后怎么样的 所以你你怎么样 然后就是虽然也不一定有效 可是这个也是 然后比如说你的车灯坏了 还是什么的 你刚刚的行为有什么问题 他当下就可以告诉你 而不是台湾就是反正我就拍了 寄给你 你就缴钱就对了 对 然后可是到底做错什么 甚至你这个东西有没有依据 搞不好是你的取缔不合理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在美国 我觉得你的取缔不合理 我当下可以跟你argue 对对啊 我刚刚可以跟你argue 而且也不可能跟你说 你的取缔不合理 警察就要开你枪 也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台湾非常过度的依赖 就是这种机器的 科技执法 执法系统 美国这么依赖 机器大规模生产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把执法这件事情 变成好像生产线量产化 反正我就嫁一个 经过一台收一台 经过一台拔一台 对啊 就这个东西很有趣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目前这个世界上看过最有趣的车牌 熊 超特别 熊的形状 这个是西北领地 加拿大 你可能看得出来 我看到那个Northwest 那个地方 西北领地 他们的车牌制度 所以我觉得光车牌制度 台湾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反面 可以用来做对比的 台湾的车牌 你们发现越做越大 因为它的那个数字要越来越多 以前是2加4 现在是3加4 我觉得完全不是理由 我这样子讲好了 美国有两亿台车 哎呀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原因 越大照越清楚 没有 我觉得 我是说对我们的科技指导 可是问题是 他们的确一直说 数字不够用 我觉得很有趣 美国两亿台车数字不会不够用 台湾才800万辆汽车 1400万辆摩托车 怎么可能数字不够用 我现在想要提问的是这个 就是当然这个东西我不懂 可是这个东西 你只要用很简单的逻辑思考 你就一定想得出来 为什么数字会不够用 台湾才800万辆汽车 1400万辆摩托车 美国光汽车2亿台 甚至快3亿台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像台湾车牌做到这么大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不懂 对 我这个东西我不懂 为什么数字会不够用 他们好像是说什么 只要报废了车就不能再用 还是什么的 我不是很清楚 我欢迎大家底下解答 就是我报废了 这还是好像就不能再用了 还是什么的 就好像球衣被退休 那个号码不能再穿一样 对 可是你就合理 而且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以前还会有台湾省跟台北市高雄市 对 但现在就是统一 就是所有车牌都一样 但是你说不够用吗 我刚刚讲了不可能 现在我在路上看到也顶多对到B开头 也不会有什么CDEFG后面开头的 对 所以代表后面至少还有个几百万组 甚至几千万组可以用 而且你看以重机来讲好了 从早期的AA01到现在变成多少 三位英文 四位数字 这么大仗 他是不是把重机的那个命名的那个框架 也跟汽车全部绑在一起了 而且有一些机车的命名也是三加四 对 其实以前 以前他那个错开三加三这件事情 他就等于是有两个系统 你就有很多东西可以 不会冲突 不会冲叠 对 那他现在全部都是三加四 他是不是就全部都弄在一起玩 你知道美国这车牌多大吗 跟巴掌一样大 美国的机车的车牌跟巴掌一样大 而且台湾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车牌超软的 你应该有常常看到车牌被折 被折到 我停车可能被人勾到 就被人家折到了 台湾这个车牌制度 我必须讲一定有问题 只是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数字会不够有关键在哪边 这个是我没有特别去了解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许民众党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告诉你这个一定有问题 两亿台车都不够用 为什么台湾 两亿台车都够用 对 两亿台车都够用 然后台湾2000万台车 你跟我讲不够用 要一直在加大 而且即使加这么大了 还有重复你知道吗 就是你去搜寻 在2013年的时候 重机第一次改的时候 好像从改成两位英文 四位数字的时候 还是三位数字的时候 那时候就讲过一次了 跟有些的大货车会冲突 重叠到 然后可能会有误开的状况 那些之类的 对 这个Google都找得到 可是我就看 台湾的重机也几十万台而已 而且我就讲重机就好 重机那个数字应该理论上 是非常非常的少 理论上台湾重机 不会超过50万台 不会超过60万台 为什么从AA01 一口气成长到 三位英文四位数字 这绝对有问题 这个一定代表 我们的行政制度出了什么问题 才会导致这个车牌这样子 一直无限放大 而且还根本拦不下来 然后又没反光 对 然后车牌会回顺 然后更荒谬的是 重机还有前排这件事情 对 一般摩托车就有后排 他现在就是把重机当汽车就对了 前后都挂牌 然后都是三加四 重机有前排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有很多可以讲 你知道吗 超多可以讲 为什么要有前排 就当初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我忘了是不是何国龙 对 我知道 好像就是他 他说 你没有挂前排 因为你不用两段左转 当初刚开放不用两段左转 你不用两段左转的时候 我警察没办法确认 你是不是重机 我会误拦 我会拦错 所以你们要挂前排 我们警察才认得出来 可是一句话 前排挂哪 前排挂哪 对 就问这句话 我前排挂哪 挂灯上是不是 对 就我前排挂哪 你如果是有跑车 那种有风镜的车 我还可以贴 像野狼那种车 我前排要挂哪 然后最后大家最后 怎么样 就绑前叉 就是绑在前叉上面 一样看不出来 根本看不出来 然后而且最荒谬就是 可以100%证明这个政策是错的 为什么 黄牌开放了 就没有前排 只有红牌有前排 对 而且当时有另外一个交通官员 他们也是赞同的东西 就说就比照汽车 所以你就是要有前排 那给我上国道 对 就是这样子 就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 很官僚的这种心态 不过我觉得好处就是 经过了 重机的经验之后 5年之后的黄牌上 就是黄牌路权开放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重蹈覆车 而且我告诉你 当初前排 这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你知道第一批的前排 是谁出钱吗 不是政府出 是民间出 民间 国家发牌民间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当初就是经过很激烈的 抗争运动 终于开放了 要开放了 上快速道路 红牌上快速道路 然后开放直接左转 那就是达成了妥协 就是要说挂钱牌 然后江东说 今年预算用完了 明年我们就是再来执行这件事情 因为没预算 所以这个东西新政命令 明年再开放 大家一定不信任你 所以大家就是 我们出 然后车友就 几支几支几支 凑了不知道多少钱 不要让你用一个借口 突然拖过去 又跟我说没有了 凑了多少钱 就去做 你知道第一批是 有这个故事吗 对 太神了 很神了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这个整个过程 到底冲撞了多少 多久东西了 有多少这么荒谬的事情 对 而且当初一开始也只有黄牌 也没有红牌 是后来红黄牌才奔家的 就是光车牌这件事情 我觉得 当然我们可以 就很多有趣的事情 不用讲那么多 但是我是觉得 也许民众党这边 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车牌会越来越大 这个一定 是有改善空间的 就是别的国家 都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的车牌 真的是世界级最大 最大 最大到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地步 对吧 你看 你不要看这个 这个好像很大 你不要看这个熊熊车牌 好像很大 没有 差不多就这样子 对啊 你看光看方向 就跟那个 它的那个车尾灯的 对啊 差不多而已 其实很小 别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台湾会有 这个背后应该是有很神秘的 又很深 又很深 不要付费订阅 这付费订阅也不能讲 挂牌也是 就是讲到挂牌也是有很多可以聊 对啊 谢谢我们火花罗今天来跟我们聊了 这一次其实比上次好一点点 但是我们也是大概聊了100分钟左右 对 也一个半小时了 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题目不多 但是还没聊完 其实还没有聊完 我们还有一个 对啊 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再找火花罗来好好的讲一下后面 他有发生的一些事情 水更深的 水更深的啦 下一次准备好再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我们感谢火花罗来到我们烧热中 谢谢火花罗 好 谢谢我们主持人 对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这个选举将近 那很多议题当然是我们想做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空间跟这个急速有限 然后大家就多多包涵 那如果你有想听想要了解的议题 也可以帮我们留言 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啦 那我们也可以尽量来看看能不能邀请到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议题的脉络跟一些有趣的地方 好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拜 拜拜